下来的话有关,就是说怎么样去做动态的保护跟取消保护 OK 不过在动态取消保护之前 其实各位还有没有看到这个格式跟上面不一样 其实如果上面的格式跟下面格式要一样的话 我在那个云端上面其实有提供那个参考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重新绘制框线 或者是说呢,重新再把某个范围的资料改成微软正黑体或者制中 有没有,Forname这个前面有讲过 然后还有什么,Horonto就是水平的,水平制中 另外绘制框线,其实你可以利用Range 就可以把我们要的这个格式给加上去 OK,比如说这三个啦,那如果你要加的话 其实就可以把这三个 把它怎么样,Ctrl-C 加的话呢,其实就可以加到哪里了 印象中是加到 当我全部做完之后 也许就是加到第四的下面 第四的下面把它贴上好了 OK,那当然这个我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是 当我再加一个,所以启动一下 为了要确定说这个效果 我干脆在这个底下 记得是加在那个新增 这个第四个 那我这边设一个中段点好了 然后游标放在,那微软正黑体 这总共有三个啦 那我把它执行一下 取H Enter,这个说Enter就直接输入了 那一样是保护 保护部分我要先做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先取消一下 那怎么样动态把保护取消掉 OK,那我们保护一样 一,记得 其实设定保护的话 我们刚刚已经加上去 可是在VBA里面 要怎么样把它动态的取消保护 其实非常简单 可是这个可能要各位要记得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叫 目前的工作表叫Active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Active Active Active是目前的工作表 工作表的话是Shit S H E T 目前的工作表 就是现在以服这个工作表 点 后面的话给它记得一个方法 名称叫取消保护的英文 叫什么 Un U N Protect P R O T E C T UnProtect OK 刮虎之后后面加上你的密码 密码 密码是1234 我这边1234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动态的帮我把密码给保护取消掉 这边是个中断点 那记得 请你把这一行复制一下 移到这个Sub的最底下 叫EndSub EndSub EndSub在这里 OK EndSub的上一行 把它贴上 那请各位注意 因为我需要的是 当它要变更的时候 我是UnProtect 可是当我最后结束的话 记得要把保护加上去 所以记得 请你在EndSub的上一行 加上一个叫Protect 把Un拿掉 Protect1234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完成动态的取消保护 跟动态的这个加上保护了 其实还蛮好记得 这个而且非常非常好用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拿Essale当资料库 来储存资料 那当然你要避免要让使用者随移 去变更资料的话 那这一招是非常非常管用 而且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指令 就大公告 只要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不OK 所以现在不OK 然后我输入 HH Enter 再Enter 刚刚会卡住 现在的话呢 那因为我在这边 设个中断点 主要是要秀给大家看 理论上 这边有一个叫教育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 因为这边是切到表单 没办法切这边 那理论上 这一行执行的话 是Enter 所以理论上 假如说 我们刚刚 页面是切到教育 你会发现 它的那个保护已经被打开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 这个应该都是正确的 这边应该都OK 好 那抓到R了 所以你会发现新增这边OK了 15 已经跑到14 15 OK 然后其他都 就可以输入了 然后输入底下的地 合格不合格 然后ABCD 然后再清除 那个testbox上面的东西 游标放上去 好 那刚刚我有补充一个就是 因为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些全部的字 通通变成微软正黑体的话 因为上面都是微软正黑体 下面如果不做微软正黑体 看起来有点丑丑 所以我就知道 范围应该从哪里到哪里 记得 从A1 从A1就是最上面 到H的最下面一列 那特别注意 这个写法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有多增加一个R R在哪里 R在最上面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 这边我们前面上个礼拜讲的R 意思就是说向下追踪 好 那所以呢 如果我现在已经追踪到 第15列的位置 所以我这边直接给它什么 H And 15意思就是说 就把它串进来 就变成A1到H15 的范围的话 把这边全部变成微软正黑体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就变微软正黑体了 那再来的话全部都置中 因为我这资料全部都置中 全部水平置中 OK 你会发现 这一行是全部都把它变成 这个范围全部 而且是向下追踪 那这个R 范围不是固定的 也就是将来资料 会一直增加 它会一直往下跑 那再来的话就是重绘框线 OK 框线就帮我画上去 画上去我是用最简单的啦 我没有画双线 双线如果你想要画那个双线 自己再去改一下 就是这样 把那个Color BorderColor 把它再加 最后记得 因为这个时候保护 已经被打开 所以最后记得 再把保护加上去 所以就是再加上一个叫 ActiveShoot.Protector 然后加上密码 OK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关掉 再自己去修改可不可以改 还是不能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密码 给动态的再加上去了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在 这个新增的开头的地方加 这个 加ActiveShoot.Protector 并且把这一行复制 贴到End Sub的上面 并且把UN拿掉 变成Protector 1234 OK 不过呢 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的话呢 有个漏洞 这个漏洞就是说 如果看得懂 当然你现在如果 教育里面取消保护 这边密码 你不知道 可是呢 如果看得懂城市的人的话 他可能会到VBA 如果他又学过VBA的话 他一看就知道 你的密码是1234 那我自动 自己再到上面去改1234 不就好了 所以 假如你要防止 这个漏洞发生的话 最后 恐怕你还要再学一个 就是呢 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VBA程式 也就是说呢 你应该把你的VBA加上 这个什么呢 密码 那如何把那个VBA加上密码 其实很简单 一 请你找到Visual Basic里面的那个专案 叫VBA Project 请按右键 右键里面的话 有个VBA Project属性 属性里面有个保护 保护里面的话 记得 把这边打勾 然后加密码 我这边 一样打1234 比较好记 按确定 好 那最后的话呢 记得 直接在外面这边存档 VBA那边不用存档 因为那边存 好像没有任何作用 存档 那 这个时候 当然你 你打开VBA 他还OK 因为除非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生效呢 除非说 你把这个关掉 然后打开 把它重新打开 它因为会弱了 那如果你要 确定说 你的 其实在保护 应该是 还是有 那如果 我们刚刚有人 会从这边去看 你的VBA程式 你会发现 因为我把这个VBA 加上密码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会变成是这样的状态 除非说你点一下加号 它会跳出密码 当然你 假设输入错误的密码 很抱歉 密码错误 有没有 那除非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的话呢 才会知道说 里面的话呢 你程式写在这里 才可以看得到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这个地方 主要 一 就是 加上这个 保护 跟取消保护 再追加美好 二的话 记得从这边 把VBA Project 属性里面的保护 加上密码吧 OK 试一下